这个案子在21年的时候啊 还得到了很多国内外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咱们说的这麻子脸杀人事件里边的凶手 就这麻子脸啊 穷凶极恶 在全法国通缉了35年 咱们之前也说过很多通缉犯的案子 凡是被通缉的 那都是隐姓埋名啊 那恨不得不见人才好呢 但这麻子脸嘿 人家这心态是真好 还上电视呢 自己报名参加节目去呢 法国有个电视台 有这么一个综艺节目啊 一个游戏综艺节目 06年开播的到现在这都快20年了 每期呢 是六个选手一起答题 胜出的那个人呢 就成为当天的挑战者 然后再跟上一期的卫冕冠军 再打擂台 目的呢 就是把那个卫冕冠军 把那类主给薅下来 自己接着当类主 冠军只要手类成功 那就能保住自己位置累积奖金 反正这种类型的节目 咱们国内也有啊 比如前些年特别火的 我老东家江苏广电的一战到底 对吧 就是这个性质的节目嘛 法国这档节目开播之后啊 也情火 好些个人都去参赛 其中就包括这通缉了35年的连环杀人犯 这个人上节目啊 是2019年时候的事了 这个节目 全法国老百姓都看 也都乐意看 哎 这时候就看见 有这么一老头 估计得快六十了吧 头发胡子都白了 走上台 这主持人还说呢 让我们欢迎来自拉格朗 德莫特市的弗朗索瓦先生 他是一名退休警官 你看 介绍他是退休警官 是啊 确实当年 好多追击他的这警官们 现在都退休了 不过他不是退休警官呢 主持人呢 跟平时一样 咱们都看过这类型节目 对吧 得问选手自己的家庭啊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工作经历 自己的人生故事 最好能卖点惨 那就最理想的 能有效提升收视率 就问他 您曾经是一名警察是吧 那说说您的职业生涯吧 哎 这个叫弗朗索瓦的人 一点不带紧张的啊 回答问题可轻松了 哎呦 就说我 最早是卫队的骑兵团 后来到了县兵队 在摩托车干预队 随后又是怎么当的警察 经历了怎样的事情 说的跟真事似的 不过他呀 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节目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照理说被淘汰的 在这种游戏节目里面 就没有人记得住了 不会再被关注了 直到后来 这弗朗索瓦死了 大家才知道 哦 他就是马子 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咱们呢 先卖个关子 估计那节目组也没想到 就这么一个第一轮淘汰的选手 啊 就这么一个一点浪花都没掀起来的选手 一下让我们这节目 这都火遍全世界呀 人们之所以又关注这个弗朗索瓦 就是因为发现他竟然就是当年的马子 那这马子到底干什么事了呢 这得往前倒 1986年5月份的一天早上 在法国巴黎东部地区 有一个小女孩 叫塞西尔布洛赫 只有11岁 去上学的时候 有一男的就抓着他了 脸上长着麻子 随后带着这小女孩 来到了自己的住处 这个住处啊 有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边 野蛮的强奸了这个可怜的11岁的女孩 随后又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女孩 一切都干完了 转身就跑了 跑的时候都懒得清理现场 我们都知道 这种强奸案通常呢 会提取体液 当时他的经液呀 在强奸过程之中 有一部分都射到了地毯上 这个都没清理 您各位该说了 这经液 哪怕80年代的时候 没条件查不出来 但是只要保留了生物剪裁 到现在查DNA 那不一查一个准吗 至于这两年才破案吗 至于等到这麻子死了 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吗 咱在隔壁那案件里边也讲过 法国当地警方呢 确实这个罢案效率啊 没有那么高 在过去的35年的时间里边 这麻子身份一直是个谜 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所以大家都跟他叫麻子 因为有目击者 目击者说那个人脸上长麻子 所以在画的这凶手肖像上啊 就体现了麻子的这个特点 麻子也就成了这个麻子身份的唯一特征了 听着跟绕口令似的 是吧 可是长麻子的人多了去了呀 当时啊 确实警方呢 把这现场的经验 血都采集到了 最终确定凶手的血型是A型血 但也只能确定这些了 一个A型血的脸上有麻子的男的 嘿 这全法国不说有一万 至少得有八千吧 这时候调查人员又想起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在之前的一个月 有一个小女孩只有八岁 叫沙拉 她呢 遭到了一个麻子脸的绑架和强奸 不过呀 这麻子呢 没有杀害她 甚至 这个小姑娘 在警方画的那个模拟画像里面 在那个素描里面 准确的认出来了袭击她的人 说她就长这样 从这小沙拉之后 跟麻子相关的案子 那是越来越多 1987年4月29号 她呀 涉嫌杀害了38岁的女士 吉尔斯·玻利蒂 还有20岁的伊姆加德·穆勒女士 整个刑事侦察队 负责审理此案的这些警察们 这些法官们 调查了至少30起案件啊 都可能跟这麻子相关 其中包括9起凶杀案 可能都是麻子干的 这么一个连环变态 强奸杀人恶魔 那也然是成了法国罪行最严重的连环杀手之一了 可是谁都不敢想到 这个麻子竟然就是在电视上自己报名答题的 弗朗索瓦 本名弗朗索瓦 美罗夫 他在节目里说的呀 有真有假 确实他曾经是一名宪兵 85年结的婚 所有周围的亲戚朋友认识他的人 都觉得这是个好人 对孩子好 对老婆也好 好爸爸 好丈夫 不过就在这一面的背后 竟然是那么畜生的另一面 弗朗索瓦的一生都在被通缉 但是人弗朗索瓦也想得开 从来不东躲西藏的 从这也能看出来当地警方这办案效率呀 在他被通缉的三十多年里 一直在拉格朗德莫特市生活 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故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的故事 直到2021年9月29号 弗朗索瓦的尸体 在加尔省的格罗迪鲁瓦被发现了 这个地方距离他自己的家不远 经过调查发现 弗朗索瓦是自杀的 自杀之前 在现场留下了一封遗书 也可以说是认罪书 承认自己是罪犯 他说每一次疯狂的愤怒之后 都要杀人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从1997年之后 彻底摆脱了杀人冲动 没有再犯过罪 这时候警方突然意识到 他是不是麻子呀 就采集了他的DNA 果不其然 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晚上 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可以做统一认定 至此 这传说中的麻子 终于暴露出来了真实的身份 后来啊 还有一本专门写他的书 叫凶手是一名警察 这书里面 还写了弗朗索瓦妻子的故事 弗朗索瓦的妻子啊 曾经跟警察说过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杀人犯 也完全不知道丈夫是双重人格 不过他知道的是 他的丈夫 弗朗索瓦 从1994年开始就患有抑郁症 我们也不知道最终 这麻子为什么要自杀 是抑郁症发作自杀呢 还是感觉自己罪孽深重 用自杀来做一次救赎呢 咱们今天说的这起案件呢 是一位哥哥 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两个亲妹妹 怎么回事呢 从头来说 1994年9月7号凌晨两点左右 北京大兴的一位农民叫苗德成 他呀就打110报案了 说自己14岁的女儿苗伟凤和7岁的女儿苗伟方 被人杀害了 尽管是凌晨 那接到报案 民警也不能闲着呀 立刻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工作 就在9月7号当天晚上9点左右 凶手就落网了 让民警都想不到的是 凶手竟然是这两个女孩的亲哥哥 苗伟刚 苗伟刚为什么要残忍的杀害两个妹妹呢 咱们从头来说说苗伟刚这些年的经历 苗伟刚啊 出生于1976年 出事的时候呢 是18岁 他两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在这之后 母亲李春兰带着他就改嫁给了继妇 苗德成 苗德成呢 是那种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那种封建思想 传统思想 特别的根深蒂固 在家里边啊 就是大家长似的 稍微不如意 对李春兰是非打击嘛 说白了 也是一家暴的渣男 对吧 此外呢 因为苗伟刚不是他的亲儿子呀 所以对苗伟刚也有着那种厌恶感 经常啊 当着李春兰的面说 我越看苗伟刚这小子 我越别扭 后来呢 这李春兰嫁给苗德成之后 给苗德成生了两个女儿 苗德成有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之后 对苗伟刚更不待见了 并且啊 他对苗伟刚的这种反感 是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明显 不加任何掩饰 举个例子吧 苗伟刚上初三的时候 学校呢 让交试卷费 也不多 就八毛钱 但苗德成啊 哎 就是不给 还把苗伟刚狠狠的臭骂一顿 对于李春兰来说 无论是苗伟刚 还是两个女儿 那都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他对每个孩子 那都是无尽的母爱呀 看见苗德成这样 他呢 就数落了苗德成几句 我说 德成啊 都是咱的玩 你怎么能这样呢 孩子要钱 也不是出去乱花去 人家是交给学校的试卷费 你怎么就不给呢 没想到不说还好 这一说呀 一下子 把苗德成给激怒了 苗德成上来对着李春兰 那就是一顿毒打 要说起来 苗德成真不是东西啊 1985年初 他呢 他呢 在外边又有了别的女人了 直接了当的回去就跟李春兰说 咱离婚吧 李春兰不同意啊 有仨孩子呢呀 哎 不同意是吧 行啊 我打死你 苗德成 母亲又总是受到继父的殴打 他对这个继父啊 是越来越恨 有一回这苗德成又找茬打这李春兰 苗尾刚一看你又打我妈 抄起来铁锹就要跟苗德成拼命 苗德成一看哟 小子你敢跟我动手 也火冒三丈 拿起来铁锹 俩人啊 谁也不让着谁 眼瞅着 这就要出大事了 得亏邻居们听见了 赶紧过来 两边劝呗 哎呀 这 得成啊 跟孩子治什么气呀 那边呢 也劝苗尾刚 尾刚 毕竟他是你爸 怎么能跟你爸这样呢 尽管是劝下来了 俩人啊 没拿铁锹拼命 但从这以后 父子俩呀 哪是面上的关系都没有了 彻底的 谁也不搭理谁了 这苗德成 过分到什么程度 甚至教唆李春兰 你啊 给这苗尾刚下点药 你毒死他吧 这说的哪儿叫人话呀 两个人 矛盾是越来越激化 这俩女儿啊 却站在了苗德成那边 每回呢 都帮着自己的父亲 数落哥哥 也是啊 对于这两个女孩来说 那就是自己的亲爹呀 看着两个女儿 偏向自己 苗德成呢 对这两个女儿就更疼爱了 尤其在苗尾刚面前啊 对这俩女儿宠的都不行了 苗尾刚是越来越不平衡 所以 从一开始恨苗德成 到后来啊 连这俩妹妹也恨上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苗尾刚还有俩妹妹一天天长大了 这种恨呢 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强烈 1993年10月份的时候 苗尾刚也不上学了 那时候呢 他是17岁 在亲戚的帮助介绍之下 苗尾刚就进入一家工厂 当了一临时工 这也算是好歹有了份工作 有了份收入了 到了94年8月份 干了还不到一年呢 苗尾刚啊 跟同事闹了点矛盾 索性工作也不要了 之后呢 也不上班了 就在家里边待着 本来啊 从苗尾刚上班之后 这苗德成呢 大白天见不着啊 眼不见心不烦 还稍微好点了 可现在瞅着苗尾刚 天天在家里边跟大爷似的 什么也不干啊 更气不打一出来了 对这苗尾刚啊 是冷言冷语 不给个好脸色 还经常当着大伙的面 讥讽苗尾刚 挖苦苗尾刚 这就让苗尾刚 彻底的下定了决心 他这脑子里啊 就经常冒出来 要杀掉继父的想法 但是从小到大 他也让这继父打怕了 他也骨子里边 害怕自己的继父 他呢就决定 得了吧 我退而求其次吧 先对俩妹妹下手吧 他这下定决心了 但苗德成那边不知道啊 还跟过去一样 说的那话呀 是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在这个家里边 对于苗尾刚来说 他心里上啊 感觉亲人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的母亲 他呢 心里边有苦了 有委屈了 也只会跟自己的母亲 李春兰念叨念 可是在他失业的那段时间里啊 李春兰对他也有点失望了 也是不理不睬的 没什么好脸色 苗尾刚这心里边就严重失衡啊 他觉得太孤独了 怎么我就没人理没人爱 爹不亲娘不爱呢 我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他呀 在意识深处就认为 我所有的不幸 都是苗德成造成的 所以我一定要杀了苗德成 我要杀了两个妹妹 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 我就把这个家给彻底毁了 那最终 这苗尾刚 为什么只杀了两个妹妹 没有杀苗德成呢 1994年9月6号上午11点多 李春兰呢 从外边回家来了 就跟苗尾刚说 尾刚啊 你姥姥生病了 在住院呢 你啊 下午去看看你姥姥去啊 苗尾刚一听 这心里边担心呢 他确实跟姥姥特别有感情 本来呢 想着看望姥姥的时候 买点东西 但又没钱 只能是两手空空的去了医院了 到了医院之后 这老人家 看见自己的晚辈啊 现在也没个正经工作 天天闲着也不是个办法 也着急 就劝他 尾刚啊 你什么事啊 也甭着急 我这身体啊 也没事 你啊 得想办法赶紧找个工作 多攒点钱 也到了年纪了 将来啊 得娶个媳妇 得娶个媳妇 成个家呀 是谁 苗尾刚感觉这一天过得憋屈极了 回到家里之后啊 自己关起门来 就喝起门酒了 一杯一杯的喝 在酒精的这种刺激之下 是越喝越郁闷 平时都说 借酒消愁 怎么这愁更愁了呢 最后一仰头 把杯里的酒都干了 下定决心 我要动手 当天晚上九点 苗尾刚 已经晃晃悠悠的了 到了西乡房 门后边 找了一把斧子 然后到了北房西屋里边 大妹妹苗尾凤 正在房间里边睡着觉呢 这苗尾刚 抄起来斧头 朝着苗尾凤 就是一顿猛砍 可怜的苗尾凤啊 在睡梦之中 就被自己的哥哥 残忍的杀害了 苗尾刚杀了苗尾凤之后 把这斧头放下了 又拿起来一把铁锹 来到了东屋 这时候小妹妹 正在屋里看电视呢 毕竟是七岁的小孩啊 她哪知道 危险正在向她靠近呢 苗尾刚悄悄的 来到妹妹背后 举起铁锹 重重的就打在了妹妹的胳膊上 七岁的小孩啊 哪受得了这个呀 狂唱一下倒在地上 哇哇大哭 苗尾刚一点也没心疼啊 举起铁锹 对着妹妹的头 就打了下去 打完以后 妹妹还没断气呢 但是已经气若油丝了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拖着妹妹往外走 把她摔在了猪圈的板棚上 这还没完呢 紧接着爬上了那棚子顶 把妹妹举起来 扔到了院子西墙外边的水渠里 杀了两个妹妹之后 苗尾刚又去找继父苗德成 但苗德成啊 从下午六点出去 一直没回来呢 这才躲过一劫 苗尾刚一看找不着苗德成 用斧子把写字台抽屉的锁给砸开 翻出来三百块钱 把斧子扔到院墙外边 着急忙慌的就跑了 苗德成这天晚上十二点左右 这才从外边回来 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不对呀 怎么地上全是血呀 转身就往大女儿住的西屋走 一进去就看见女儿啊 血肉模糊 斜着躺在炕上呢 已然是断了气了 苗德成一看 哗啦一声啊 这时候又意识到不对 小女儿怎么样了呀 到小女儿屋一看 没人哪 满院子都找不着啊 再看吧 苗尾刚 还有苗尾刚平时骑的山地自行车 都不在院子里边 苗德成 这心里边基本上也有了谱了 苗德成是惊惧万分啊 一路上跌跌撞撞的 就去找村主任 在村主任的帮助之下 这才报了案 刑侦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啊 顺着这带血的脚印 一直到了猪圈东墙底下 很快就在跟猪圈对着的水渠里 发现了苗德成的小女儿 之后呢 又在不远处的一片玉米地里 发现了一把斧头 斧头上还有血呢 苗德成这时候跟民警说 一定是苗尾刚这个兔崽子干的 警方啊 立刻开始追击苗尾刚 那这苗尾刚去哪了呢 作案之后 到了表姨家里边 因为他干临时工的时候啊 挣了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 放表姨这了 他过来之后 发现表姨不在 就姨父在家呢 他就跟姨父说来拿钱的 姨父就说呀 哎呦 那钱在你姨那呢 等你姨回来着吧 苗尾刚呢 不敢耽搁 因为他衣服上还带着血呢 怕姨父看见 等了一会儿啊 就走了 走的时候还问姨父呢 姨父 你有刀吗 姨父听着也纳闷啊 没有啊 尾刚 你要干什么呀 没事 姨父 你知不知道 苗德成在哪呢 哎呦 我也没见着他 我不知道 那姨父 我走了 这么着 苗尾刚就走了 之后从大兴逃到昌平 又从昌平逃到了市区宣武门 9月7号晚上9点左右 宣武门公安分局派出所民警 巡逻到宣武门一个加油站附近的时候 发现两辆白色面包车中间放着一辆山地车 而在其中一辆面包车上有个年轻人呢正坐司机位置上用那钥匙啊捅电门的这一看这就不是车主啊 鬼鬼鬼祟祟的民警呢就把他带到了治安办公室 警察就问他呀 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苗尾刚啊 这苗尾刚啊倒是挺坦然 我叫苗尾刚 你为什么要偷车呀 我要逃跑 啊 逃跑 你为什么要跑啊 我杀人了 把我两个妹妹杀了 这话一说把民警都给愣住了 哪怕是杀人犯 很少有这种一上来在警察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自己先抖了个清清楚楚的 就这样苗尾刚啊不到24小时就落网了 这派出所民警联系了当地公安局 这才知道感情市局正在组织人力全力追查苗尾刚呢 面对警方审讯苗尾刚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最后苗尾刚也说了 我现在也挺后悔的 但我知道一切都挽回不了了 最终苗尾刚应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1995年10月12号苗尾刚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перев erkennen喇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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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